各位网友 大家现在好 近期啊 中国国内发生了一些事情 本来这些事情呢 从最开始 它是一个好的一个发展 但是到中途 到现在 我感觉就已经变味了 就比方说 新疆乌鲁木齐 我们看到一些人民上街 他们表达自己的观点 表达自己的诉求 都是很理性的 也没有什么 很极端的政治口号 他们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之后 我也看到了 当地政府啊 也是立即进行一个回应 包括社区书记 包括最近这一两天 也出台了很多政策 在回应民众的诉求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新疆火灾那个事情了 具体原因了 说实话我也不是很清楚 事情已经发生了 确实令人惋惜的 说实话 但是我想 给上海那帮朋友 如果说你们就想 通过这一个事件 来进行不断的 扩大化 在中国搞政治运动 我是觉得有点 异想天开了 说实话 特别是当你们喊出了 极端的政治口号 从这一点开始 我就感觉 整个事情就变味了 你们现在喊的口号 是呼应 外媒啊 呼应 西方啊 你们喊这些口号 有没有跟国内的人民商量啊 你们现在喊这些口号 谁支持你们呢 我毫不客气的说 你们现在喊的口号 是不得人心的 我希望这些年轻朋友 要悬崖勒马 要好自为自 我们支持啊 我们支持你们对疫情 表达合理的诉求啊 我相信 在全国各地的这些朋友 或者是网友 他们或多或少 对疫情的风控 包括疫情 采取的一些措施 都有不满 但是你现在 你们现在想在中国 搞一场 所谓的革命的运动 说老实话 你们想错了 你们大错特错 真的 本来刚开始 说实话 我还是比较同情你们的 支持你们的 但是 但是看到你们 现在 做出这样一番动作 包括你们拍视频 包括你们 喊一些政治口号 呼应 外媒的 西方的 一些口号 那你们这样的话 是想把这个国家搞乱吗 这个国家搞乱了 对你们好吗 你们有没有问过 绝大多数人民 是否同意 好吧 就算你说 你问过 但是我觉得 中国目前还好 尽管我们也吃了一些苦 在疫情防控方面 吃了一些苦 但是我也问了身边一些人 人家不支持你们 搞极端的政治诉求 中国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至少到目前为止 还不到 你们想要的那种诉求 真的是 看到你们这样 表达这种诉求的话 我最后再说一句吧 还是希望你们 悬崖勒马 过多的我也不说了 反正这就是我的态度 我最后再说